这还好 不知道这晚上会不会怎么样 隔近四个月终于打第二季AZ 部长说第一季微发烧 现在占无不良反应 不过16号案例数却没有再创三级新低 那今天是29例 那区隔阳性的7例 换句话说有22例 需要做相关的疫调 以下跳为二字头 双北又回到二位数 还得等疫调才知可能感染源 可能影响726解封吗 双位数的一个变化 大概不会影响 不过这还是最后还是要做一个整体的判断 台湾还在可控范围 但缅甸从50例跳到4000例 7月18号凌晨起列 重点高风险国入境集中检疫 毕竟国外变种株好毒 上周入境就被检出7例是Delta 两人打过莫德纳 一男打一季 一女打两季还染疫 他是第二季是在他上飞机前打的 所以严格说来 他其实并没有达到第二季 后满14天这样一个完整保护力 打完两季不代表不会染疫 但国内要打到两季的人不多 加上不少人偏好打莫德纳 瑞宁有报告指混打保护力更高 会鼓励先打AZ混打别品牌吗 国内可否混打只要有初步试验结果 就会开始讨论 只是抢手的莫德纳还有库存 为何迟迟不打 至于高端传出受试者确诊 是打安慰剂还是疫苗 罗义均不清楚 要等高端解盲自己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